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脚青青的仙界竞技场 刚才刚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断线了 所以第一场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输了 但是我真的是,他断了我重新连,这是进来的第一场 所以由于今天的成绩不会太好了 所以我就是争取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对手 给大家表演一下,可能稍微 对方是一个,这个组合也是挺经典的 很多人在用,尤其是竞技场的模式线 这个,他并没有使用根性啊 这个,这个我就很不理解了 那带的是什么天赋啊 如果不是根性就输了 要是根性我还真没办法 没什么好办法 这个名人现在可能这几天大家都有感觉 他即便是出了那个连击,增加了这个连击率 这个普攻也很难刷新 因为这个伊鲁卡一次闪避 他增加的闪避率是70% 所以我就是出来新火力的 如果能丢出这标更好 丢不出来就是让他遭连击 这样保全我的名人就可以了 但是对方这个追打都是没有定身的 所以无所谓 等下个回合名人就不要奥伊特的阿姆佑了 因为他这个血量应该是一个连击肯定怕了 所以我们还是打他的这个雷主比较好 看这个飞镖吧,还有水主吗 这一套连应该带走啊 好的 这个拿下了一剩啊 这个怒气也变成零了 然后我们再选 这个也是一个雷主 也是雷主的根性队 就是止水队在这个竞技场还是相当普遍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个自动的玩家 尾罗一开结界 这个雷主和这个带人的OE就全扔过来了 要不是自动的话应该不会这样 至少带人会后手控水主 应该是这种套路 但是他是不是开自动 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这就例行公式打下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挺耗时间的 看能不能幸运的打断到他的止水啊 这要看啊 哎呀 没有 没有打断到他的止水 这个是有根性的 就应该带根性 带经纪灵 闪避了 所以就是 水主还能加一下血 这几下把我埃罗的这个血量要给打上来了 这个伊洛卡在普攻之前就把这个飞镖扔了他 因为狗死了 有一个 有一点蓝 那这个 安不佑的 这个助战奥义 但是伤害 关键是没结界 所以就非常的低了 那 我埃罗没事 我们继续打他的安不佑 这样打他的安不佑就能限制他很多的普攻 所以我方也比较安全 打一下他的这个止水 你看 这个 金鸣的 这个普攻 他又没有这个 刷新 所以 所以这个 现在的这个概率就是 比较低的 你看在短短的这个 竞技场 这才打了 几局啊 两局 他就有两次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这个 我平时这几天打竞技场 我就发现了 好像跟别人讲 很多朋友也不以为然 就还是是因为只是我的运气格外差 这几天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个 暗地里把这个概率给调了 然后 这下有奥义了就打他的安不佑 然后 这局也应该算拿下了吧 还好 等一下我们坐一下吧 因为知道有人用角都 咱们打 打一个角都在这 这个是很标准的 这个 这个时候 这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 你就一定要给他这个东西 你要不就 他如果不掏我埃罗的话 你就开出结界来 如果他掏的话 你就别人少受点伤 这个不亏啊 这个不亏啊 哎 不是 不是 缝合啊 哥 我以为你是缝合呢 我还说缝合 我就 我应该就交代了 不是缝合的话 那就 差一点 就差多了 伤害就差多了 而且他一上来 这个角都的这个奥义就放了 那时候他的蓝还不够60还是50 我没有 是50是60 反正得得那个时候肯定不够 而且貌似他适合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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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镖扔完了 但是我 第三回合对方是只有角度有奥义 如果他是自动的话就不要着急 确定他按的 按的不是名人 名人在奥义 因为这个大河的高连里头有一个定身 所以尽快把他打死 他应该是死了 歪罗也倒了 歪罗倒了现在的情况应该是问题不是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打他的土主 都知道他要奥义 没有打断到角度 没有打断到角度 算了他还可以继续 换了他还可以继续奥义 来 来 来 依族卡老鼠得补个收一件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更好一点的队 这个是我点错了 本来是点在旁边的那个呢 结果点到自己了 这个就比较 比较 而且也是看看吧 我自己的这个阵容还还是相当可以的 还没有到这个比较完美的这个状态 这个忍者还是不太对 就是我这个忧有我心那边完全走的就是忍住力的路线 就是想以后能如果明妈开放突破了 然后再加上突破的八尾 再加上突破的惠土老子 想走这个这个路线 或者是暴走明妈突破加八尾突破加惠土右 这样的组组 作为自己的就是 就是算中级阵容吧 就是极后期的这个阵容 这个打八尾 如果体数打到八尾会被点燃 并且就是说会被减防和减抗 这个八尾的作用在竞技场里体现的不是非常的好 因为竞技场通常都采用的是爆发性的阵容 就是这种养成了持续的阵容 独闪吃香 因为没等你养出来呢 就你就早就已经趴了 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是一个打他的智奶 然后用飞镖丢水主 这个还不怕他闪避 因为是避重 凹一突破之后是避重 好像不用我丢这一标 也 这个水主也 也死了 你看名人打打这个八尾的时候 他的防抗是在减的 这个如果是实际的情况下 有可能耗不过他 你知道吗 有可能耗不过他 再说 再说 这个对方是自动 所以 所以就占了很大的便宜了 然后打他的百机蝎 百机蝎是最痛的 一定要知道 不配让他百机蝎 要一颗 然后打这个 这个也算影响了 然后最后一个时间 选一个好一点的对手 给大家看 有可能打不过 真说 有可能打不过 这是一个 看他这个角度 这个是卡奥伊开结界 必须得有这个结界 不然盾的这个层 这个厚度不够 不扛打他 这个是 大家看到这是红色角度 但是他这个加蓝的手段 我就把蓝已经用光了 所以 而且我也打不到他的左部 打到他的左部会被吸蓝 而且有概率红乱 也就是说我这个战位 对他来说还算是好的 他是 雷凯 哎 然后加蓝 然后 这个角度是突破的 可以免费用一个奥伊 这个情况就不能乱 哎 等着他看谁沉不住气 这个对方是有根性的 所以我也没想能定身 就是想着 如果 伊鲁卡能打断 这个轮回安佐助的话 是最好的 打断不到 这就是命了 那那那那没办法 所以不要太期盼 所以被他打一下的话 就是水主如果被定身的话 因为他这个毒啊 还是挺厉害的 这个 因为 没有什么特别的加成 有可能 你没加上这口血吧 你就活不到下个回合了 他这个 角度的喷你还是很很很痛的 虽然他没有查 没什么查克拉 我要是有的话 那就了不得了 哎 哎 这个 这个和尚的奥义 放的有点 那个 随意了 哦 可能就是 怕我的这个水主不死 那 那你这个角度可以补到的呀 这个我先 我先 丢一下角度 对 然后顺便给 给名人加下buff 这一个 奥义下去 应该他就 角度就没了 然后 伊鲁卡 伊鲁卡 打中了 猪哥 结果自己混乱了 这个 这确实是被动非常的强啊 这个不是 这个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吗 第一 第一是 我 我看他的血量 我怕这么一一套脸打过去打不死他 打不死他就麻烦了 而且 而且我想打断他这个佐渡的奥义的 然后不打 打断他也是很痛的 然后 他普攻过来 那个 我怕这个血量不够 但是这样就牺牲了一次名人的奥义 这个我觉得问题还不是非常大 好 现在就应该拿下 这个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这个应该是今天能打完的最后一场 好 这个今天只是得了五场胜利 哎 但是就给大家看嘛 大家娱乐一下 然后 但是这个日印并不是特别亏 我觉得 能拿一 拿拿一千 啊 一千多 我们阵营还赢了 拿了一千也不少 啊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收看 啊 我是青妞 再见